我們請蔡委員議宜宜以書面提出 請行政院書面答覆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下一位我們請洪委員持庸執詢 尋打時間尾15分鐘 主席我們有請院長跟理部長 請院長 理部長 洪委員好 院長早 接下來我們要來探討一些經濟面的問題 我今天要討論的不是一個新的問題 而是一個長久的結構性的問題 這個問題從上一代到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三十幾歲的這個世代 接下來我帶來幾位中小企業主的一個新生 請院長跟部長看一下 我們公共位於台中的神岡區 一個民進工業區內 但是我有很多朋友 他們基本上工廠都不是自己的 都是用承租的方式比較多 因為他們早期可能10年前 15年前就是白潮起家 政府如果說工地新建工廠都不能使用 他們就要欠償 在台中區域裡面像我們遇到這種 像我們遇到這種狀況的人 非常的多 無論是自己想創業的人 或者是從住職貝上接下來的這一些長的人 未來的日子裡面可能你如果沒有存房可以使用 目前來講 那我們立即馬上處理掉這一塊的問題的話 我想對我們這一些企業來講 目前一定是有很大的困難 市在大廈面的問題就是說 OK 今天農地新建工廠長大 政府有想到說 OK 就是農地要農用 每個業者 我這些朋友他們也想說 OK 我們一切也要活著 但是這幾年來土地的價格一直在飆漲 像我一個朋友他跟我講說 他從一坪地七萬塊到目前二十萬三十萬左右 但是我們是中小企業 可能這一輩子還賺得到那麼多錢 再來公佣幣是很多 這個問題 基本上政府處理的態度就是最大的因素 希望 政府能有更良好的配套措施 有更良好的因應的措施 我們有所從 大家都希望合法 沒有很想要去做非法 或者是有種在統一邊緣的這些事情 但是變成說政府在政策上 或者是法規上 它明不明確嗎 或者說政府在資源上的提供 夠不夠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政府的政策或者努力 用心去注定一個良善的制度 也可以幫助到這個業主的經驗 我個人是認為是比較好 但是要用心 這是在我的選區裡面 我的選區在台中的 潭子大雅神岡厚里 這個選區裡面 是我們所謂這個違章工廠 可能在全台灣裡面 數一數二的一個地區 所以今天我要來提到的就是 違章工廠的一個處理的一個問題 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一個違章工廠 它主要的一個起源的一個背景 是在我們61年的時候 我們政府提倡的這個 客廳集工廠的一個政策 我們去鼓勵的家庭代工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很多的農地上面 種了很多鐵皮屋 這是在那個時空配景上 產生的一個問題 那產生的這個問題 我們隨著這個時代的一個變遷社會的進步 大家現在開始注意到 他們違反了土地使用分區的規定 那他們也沒有合法的一個登記 所以近幾年其實這個問題 一直陸陸續續有在被討論 但是我們還是沒有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 首先我先問一下 我們之前得到的一個數字 經濟部在99年的推估 這個台灣大概有六萬四千家的一個未登記工廠 好 那我就要請問一下部長 您針對這樣的一個數字 這六萬四千家這個推估 那經過您的上任之後 那您有去了解說 我們現在確切的一個掌握的數字是多少嗎 報告委員 因為這個數字一直在改變 其中有幾個原因 是因為經濟部其實也一直在推動 這個所謂的工廠登記證的登記的部分 在不違反這個所謂的環保規定等等的時候 那麼它其實一直到這個105年的9月 就是今年的9月份為止呢 我們已經核准臨時工廠的登記 一共又有5854間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一直不停在推動新的政策 在不違反現行的環保規定的這個情況之下呢 那麼其實同時也做這個土地分區 像您剛剛講的 在經濟部底下持續推動 跟縣市政府持續合作 推動改成丁種的這個工業區用地的這個 變更登記等等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 在這個行政院的指導之下 進一步持續的在推動所謂的補登記的部分 來 部長 我今天我想要問到的是說 我們過去的數字都是用推估的 其實我們政府針對於一些 就是這些確切的數字 其實我們一直都要不到 好 我們政府有很多的想法 好 那但是都沒有做法 我們今天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一直想要知道說 我們現在整個台灣的這個 未登記工廠的現況到底是什麼 但是我們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 我們不知道我們到底詳細的數字是多少 我們有多少這樣的違章工廠 好 那它的面積有多少公頃 我們也不知道 好 那它的產業影響 它的一個聚落的狀況是怎麼樣 它有沒有產業鏈 它每一塊的這個就是違章的一個區域 它的一個產業的狀況是怎麼樣 其實這些數字我們都沒有 好 我們都沒有一個確切正確的一個數字 所以今天我要問到的是說 我們如果要做政策的擬定 我們如果要解決這個長久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如果連這最基礎的數字 剛剛我問部長 部長都沒有提出來 那我們怎麼樣去制定一個政策 這是我們一直以來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有的環團 所有的這個業者跟農民 他們想要知道這樣的問題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從哪裡有這樣的數字 那所以其實我今天是要問部長 這個問題你也知道 院長我相信你也知道這個問題 好 那這個問題 我們到底有沒有要確切去做一個清查 我們到底要不要詳細的去面對這個問題 去解決這個問題 來 部長 謝謝 我要跟您報告一下 這個部分在經濟部裡面 不同的產業鏈跟相關的特定區域 是有詳細的資料的 但是您剛剛問到的問題 是全國性的各種離開 甚至工業區等等這些土地 那一部分 我們就的確沒有詳細的資料 因為那不是不單純 只是經濟部的業管範圍 但是在這個部分 我們就相關的產業鏈的時候 是有詳細資料的 對 好 那這就需要院長了 今天我們面臨到這樣的問題 這是一個長久結構性的問題 那如果今天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必須跨部會來處理 那院長 您這邊能不能指示 我們相關的部會 針對這個問題 左手來解決 左手來清查 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就這個問題 蔡總統在520之前 就已經去過很多地方 也去關心過這個問題 也知道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 那麼它牽涉到的 陳如剛才委員所提到的 是農地的保護和利用 以及工廠的合法化的問題 那麼我們目前是有請張錦生政務委員 來就這個部分來協調 那麼但是我還不了解 就是目前並沒有一個完整的 就是包含經濟部俠管以外的其他產業 是不是還有違法工廠的問題 那麼我們是不是 我請張錦生議員 就這個部分去做一個 其實是不是要讓幾個部會去合作 做一個比較普及性的調查 希望能夠掌握出 比較可信的數字出來 好 謝謝 但是是不是能夠 把所有的違章的工廠 都能夠包含在內這個部分 可能還是要請張錦生議員 進步去了解 好 那接下來 因為這個院長 你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我也希望說 您只是這個政委去做的時候 能夠家裡督促 因為如果我們這個步驟都不做 其實我覺得我們後面所做的事情 都是空談 我們在談的事情都是空談 好 那我以現在 剛剛院長講到了 蔡總統的一個想法 他說了 他在之前去拜訪 就是五金的一個工廠的時候 他有講到 就地合法不是一個選項 他不會讓這些違章工廠就地合法 好 那臨時登記證 這叫臨時嘛 顧名思義 他不是一個長久的 所以呢 一言不可能再言 那 我相信現在大家都不滿意現況 大家都希望我們國土 有更好的一個規劃 我們產業有更好的一個發展 那 地方政府也一直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 必須回到中央來解決 因為很多事情是 地方他有一些沒有辦法避免的 我們中央的一些規定 所以這部分呢 我希望經濟部 院長能夠指示經濟部跟相關部會 針對這樣的問題提出通盤的檢討 告訴我們未來要怎麼辦 因為我們知道 109年其實是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的林登已經延長了兩次 那我們到109年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不要再延長 好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接下來到底要怎麼做 剛剛影片裡面 我們這些中小企業主 他們很清楚的講到 他希望能夠有所依歸啊 政府要提出一個相關的一個做法給他們 他們也想要合法 他們現在很想要繼續投資 但是他們不敢 因為他們不知道 政府未來的方向是什麼 所以最重要的是 我們接下來要怎麼做 一定要讓我們中小企業有所依循 所以這是我今天提出來 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今天可能部長跟院長 沒有辦法在這邊回答我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因為就我們的退估有6萬多間的這個 未登記工廠 如果一間工廠 我們把它算平均30個人 可能大大小小我們去平均之後 那30個員工 他的一個家戶 如果是三個人 一個家戶是三個人 總共會有500多萬的人口 這人口數是非常多的 他們的生計都 都繫在這種小企業上面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但是過去我們政府一直沒有面對 就剛剛我們看到那隻鴕鳥一樣 以為我們把頭塞在我們的沙子裡面 就沒有看到這樣的問題 也認為說這樣不需要去解決 所以今天我提出來這個問題 我希望我們的經濟部 可能跟農委會跟內政部 相關的部會要著手來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是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會遇到的 109年就要到了 到底我們希望我們台灣未來變成怎麼樣子 我們可能在這個時間底下 我們有一些做法出來 到底要不要延長這個臨時登記證 如果今天要延長這個臨時登記證 我們要延到什麼時候 那在這過程當中你要做什麼事情 這必須要有一個清楚的交代 那如果不延我們的配套是什麼 這些事情我覺得要清楚的去交代這些事情 好剛剛我們講到清查的問題 再來我要提到的是我們現在輔導的問題 我們現在陸陸續續都有在輔導一些未登記的工廠 那這些工廠呢 其實要讓它合法最重要的一個要素 就是要有土地 要有工業地給他們使用 好那工業地我們就要提到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影片裡面也看到的 它的價格非常高 數量非常少 因為我們過去政府一直縱容我們這個土地的操作 所以現在工業區的價格其實已經到二三十萬了 即使在我們中部也都是這樣的一個價格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在於說 部長你有沒有了解到說這樣的價格 到底要讓中小企業怎麼樣去合法 怎麼樣去購買這樣的一個土地 而我們經濟部或是我們的科學園區 釋放出來的土地都優先給財團 或是給大的一個企業 那中小企業到底要怎麼辦 我回答謝謝 跟委員報告一下 在土地的部分 這個經濟部業館的這個直接的工業區裡面 就工業局主管的這個範圍裡面 大概有五萬公頃左右的土地 那我們在過去這段日子裡面 做了各式各樣的這個土地的新的管理 就是如果它土地已經這個銷售出去之後 那麼幾年內 現在是五年內如果沒有建的話 那我們會修改規定要強制收回 這樣可以增加土地的再使用率 那在那個結構底下 同時也在規劃有一部分的這個 像這個過去一陣子有相當多的這個租稅的 不是租稅 就是土地使用的這個降低這個使用的 這個費用的辦法等等也在規劃當中 所以那一部分是在解決一部分的問題 因為土地的整體數量其實是不足的 那我們的五萬公頃土地裡面 甚至還有一部分是填海造路 所以還有一萬公頃左右是在水 還在一公尺的水深的部分 即使在過去十年填住了大概六百億左右的費用上去 所以那個部分縣市政府也同時在做新的工業區 就所謂縣市政府推動的工業區 那經濟部也在協助那部分的土地的這個規劃跟使用 好 部長 因為今天我提出這個問題就是表示說 在地方上面這些中小企業 它的確找不到土地 那也買不起 其實它找到了它也買不起 因為實在太貴 如果他說他有這錢呢 他就根本也不用來經營這樣的中小企業 好 所以這是我要反應的 再來就是土地的面積的問題 因為現在土地面積剛剛部長也講的不夠 那這個問題也需要解決 那這個部分我也希望我們經濟部能夠跟內政部 好好的去通盤的去檢討這樣的問題 我們的產業到底未來我們要把這些納管之後 跟我們現在產業的發展需要多少的土地 這些都是必須要很興趣的去把它訂出來 所以這個是我要提醒的部分 那我最後我要說的 因為蔡總統前幾天才講到一句話 他說長期結構性的問題考驗承擔的決心 好 那這是一個長久的問題 那我希望我們院長 好 謝謝洪委員 謝謝林院長